果然真是比後面的預點 但他的頭看得太快了 對方抓了路 哎呀,好球 飛身救不到 即是殺得好 現在我看到俄羅斯托球手 十秒加茶花 很多時候的小動作 可以讓對方看得到路 譬如後托前 他的頭是仰仰後 好,這球已經掩空了 先掩碼 中間掩空了 變成連跳兩下 塞了位 找到運來 球禮比較放鬆 照拿也不要緊 正如你說俄羅斯主要是集中兩位上網 今天就是莫蘆蘇瓦 今天4號是巴布特 變成如果他們兩個打前排 走上網又很辛苦 對 出界吧 之前說好球 河蘭蘇眼花看錯了 不是 加西球 加西球 你沒有眼花 那球是出界 但李森第二球正說 縮手出界 那球是出界 是出界的吧 是出界 但李森說俄羅斯縮手出界 好 後打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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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比二 如何做好呢 如果這個時間 如果對羅克思 羅克思 似乎都是 這個當然要盡打 當然不會放棄 但可能球員心目中也想著 還有教練也想著第五局再跟他搏殺 剛才武官說到 譬如換人會否遲了 如果放第五局才下 不行的 因為節奏太快了 都要在第四局尾 要下去出來 讓他打一下 熱身 還有要集中比賽的氣氛 你的意思就是 他換他下來 一來追得到就更好 對 追不到主要讓他熱身 準備應徒第五局 對 對 好 好 開球這個是哥迪娜 這個是主力的偷殺手 敗球 哇 鞭峰蝦米 這個六號的是列家路 本來他是升波的 對上幾周賽事 他經常代替十四個穩定 升波 現在沒辦法了 沒有人 唯有他打敗球 這個叫做熟中蒙大獎 和蓮化作先鋒 我們又看到這個開球很穩定 十五號的 就是海里亞出來了 他又不是很嬌 他又過了 他一尾就沒塞過 好像沒有冠華家 他不塞的 他很穩定的 強攻 哎 實有哨子聲響 十五號的可能要出來了 哎 又不滿意 讓他打多一陣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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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對 走網 還有長波 倒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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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擊球的方法 就是他只是用吊碗的打法 難網的球員都很難捉他被承殺波 捉路了 如果他只是用吊碗 他的擊球點會高一點 會高一點 但是力量就沒那麼強 但如果位置六點好 他又可以拿分 他會變成難網的球員 所以我們經驗救的意思是 他可以知道對方的習慣性是怎樣打 他會用不同的難網方法 莫勞蘇娃 挑副球 我們見到這個老將說話牙齒打到腳軟 剛才上完網之後 整個人跪在那裡 我們在現場都見到 你那個說話阿智來講 他第一年比大了很多 第二 他的工作量都很大 很多時候後排都要做自由防守球員 但是我見過幾多個球 而且他的大腿真的很累 可能有受傷關係 是夾著大腿的 其實做這個自由防守球員 真的沒得投的 他上回前排 下一球又換回再守 即是他經常都是後排打 正選沒什麼分別 比數是13比2 上手推不球 加茶娃 過來給安達摩勒娃 每個人都耍耍手 我沒碰了 我沒碰了 好了 14比2 這一場比賽真是猜不猜不猜 比數還是比較大 大起大落得這麼厲害 加茶娃 錯過長球 沒什麼戰術做的 好 有話我知道 夠遠了 他跪了一腳遠 好 又比拜路斯十球成功 巴西擁盪 十分大壓波 其實也很強 15比2 大比數 巴西再贏一球 局數是2比2 好 我們回看 俄羅斯還是沒有戰術打 這局 經常都是四個位強攻 或是後排進攻 這球不敢給敵真高 反而這個拜路斯打得很生 後排進攻 跳進去打得很厲害 好了 我們可以看看 第四局的統計數字 巴西有16次直接成功扣殺 俄羅斯慘了 只有4次 難忘方面又是巴西好 有3次直接成功 俄羅斯只有一次 失誤大家都有8次 換言之 薩波難忘 巴西好 所以贏到15比2的大比數 好 局數2比2平手 回來又看第五局的直接得分比賽 謝謝 歡迎各位繼續來到 上海體育館 欣賞這一場巴西對俄羅斯的女排大獎 做決賽情況 現在打了第五局 第五局一開始 俄羅斯就不錯 2比0領前 哇 巴西的教練 離身達 立刻2比0 就叫一個暫停 因為沒有辦法